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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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共分五方五步如來 這個代表著 今天像我們在這邊做超度 前面做超度就非常的 加持力特別大 因為特別是大家觀想的話 我們頭頂上都坐著五方五步佛 在五方佛當中 東方就是不動佛 我們叫阿楚佛 阿楚就是不動的意思 阿楚是凡語 中國的話就叫不動 南方保身佛 西方是阿彌陀佛 北方不空成就佛 這代表著我們佛教裡面 這個東西 是事業部 事業部 還有這個就是金剛部 東方是金剛部 南方是保身佛 西方是蓮花佛 北方成為茄模佛 茄模也是繁語 中文翻譯過來就是事業 事業 中央呢成為佛部 所以在我們佛教裡就是 其實超度 最殊勝的是佛部 比露正那佛的超度 那是力量最大 大寶法王的他提倡的不動如來超度 這是作為嘎舉派的 因為嘎舉派的米拉日巴尊者 被尊為是不動如來化身的 所以這樣一個傳承 從這樣的緣故 嘎舉派的弟子們也都觀想自己的上世 都為不動如來的化身 所以上世和本尊合一的這種觀 不動如來的這個體性 金剛體性 不動如來的 能夠恢復 能夠恢復他的 能夠恢復我們的 所以也用在超度上 但是像格魯派 比方超度 就是一般性最殊勝 他就是用這個比露正那佛的 超度法 從我們顯宗的大乘佛教上來 也說我們的超度 阿難尊者 在入定的時候 打坐的時候 遇到觀音菩薩的化身 面然大肆 實現給他 然後發起這個施施法門 超度施施 佛就是傳給阿難尊者的 這個阿難尊者 在金剛稱禮來說 阿難就屬於 比露正那佛這個佛部的 當然本師釋迦牟尼佛 雖然是千百億化身 但是他本身就具足了 暴身和法身 所以這個 我們漢詹佛教教 法身比露正那 報身如舍那 這個這個 如舍那 舍那妙體 這字的 他報身 所以這個 這其實都是佛 是一身的 三身一體 法報化一體 但是 就是說 佛有 比如說化身佛 他入在法身的狀 法身的這個狀態當中 講的法 那往往裡面 我們金書裡說 他哦 生天 摩西 守羅天 大光明天 講那個法身佛的法 那 比如說我們為什麼受菩薩戒 那個菩薩戒 那個殊勝的 菩薩戒就是 以比露正那的體 做千葉寶蓮 在摩西守羅天講的 然後這個法音 來通過 這個佛陀在人間再來 轉達給我們 所以他的 講法的來源不一樣 像我們的小春戒呢 別解脫戒 就是佛陀 清之自定 就是聖文稱 圓絕稱 菩薩稱 這個就是他的這個 像每一部經 他在哪裡講 佛是入的什麼境界 這個都很有講究的 所以五方五步呢 他就 特指佛的 暴身的狀態 暴身的狀態 所以超度 就需要五方五步的這種 威德力 我們中國佛教 特別漢川佛教 以禅宗為核心 禅宗悟的是什麼呢 禅宗悟的是法神的見 所以禅宗叫中劍地不中刑旅 這個劍地是什麼劍呢 是法神的劍 但是為什麼六祖大師悟了之後 五祖大師還要以袈裟作為 給他再次講金鋼琴呢 其實這裡面是有奧秘的 這傳的什麼呢 除了他劍地已經有 噢 本來無一無無何處惹塵 已經有這個建立了 但是要修到這個狀態 要修入 那叫什麼 他那個袈裟作為 就等於是 就等於設壇一樣 設密壇 司徒在密壇裡面 這個其實入冠頂位 就是司徒清傳的入冠頂位 所以佛經就是說 一字可以開無量意 佛經有很多層次的講法 就一個心經 在格魯派裡面 一個好的格西 對一個心經可以有十幾種講法 可以用小称的來講心經 可以有元傑称講心經 菩薩曾講心經 從唯時派講心經 中觀講心經 中觀的不同流派講心經 以前 南海上司到西藏去求法的時候 他就是學的知識 就有六七種講法 那他的師父 康薩仁伯切有十幾種講法 從不同的切入點 不同的高度 這樣一個經典 但是五方五步佛 他就屬於報生的 有報生的 這就有觀點 他就是可以有方便 報生代表誰呢 像觀音菩薩 道架慈航的這些大菩薩 所以他們所顯得是菩薩生 但內秘密的是什麼 他們靠什麼來道架慈航呢 靠的就是報生的狀態 所以他們有配飾 這個配飾代表什麼 代表不僅僅他是那個 外現的是菩薩 他靠什麼外現的 是內在 他是報生佛的狀態 所以觀音菩薩 金剛薩多 包括普賢菩薩 文殊菩薩 他顯現出來的 都是報生的樣子 報生的樣子 這也是這個 《華言經》裡面 《華言經》的法王子 是普賢菩薩 但是佛講《華言經》 講了很久 很多人都不知道 普賢菩薩是誰 找不到 見不到普賢菩薩的身體 見不到 為什麼 這是普賢菩薩 代表的就是 報生的狀態 報生的狀態 一般人是看不到的 在經典裡說 《卢舍納提》 《卢舍納提》是 身文原訣不見的 看不到的 《卢舍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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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入深入了解到普賢菩薩 到底是誰 那我們眾生 《卢舍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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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两万人 那五名佛学院也是一两万人 那你看 现在就是很方便 所以我们 这个时代也是个特别的时代 这些教法以后会 都会传遍我们这个世界 那我们这个地方 禅灵寺 你看现在空调一关 特别清净 这个清净是一种财富 清净是一种财富 我到哪里都是喜欢要找 这地方清净不清净 有没有噪音 然后如果 比如说 哪里如果那个的话 哪怕那个窗子 装两层的都可以 确保这个地方 就是噪音降低 像这里的 前面 我们前面有一些房间 还可以听到外面的声音 后面就是一点声音听不到的 就是特别特别好 寂静地 寂静地 就是外面不会打扰你 那你能把心 能把沉淀下来 就好了 那就说明 你身心的所缘 尽是清净的 我们修行要找一个 外面是清净的 外面的四大是清净的 你要做到一个外四大就不清净的 地水火风都不清净的 那就人就会生病 现在为什么那个医院里 住的满满的 各种各样怪病 人破坏了地球的地水火风 地被我们污染了 水被我们污染了 这然后反过来的果报 就是我们也都会生这样的病 你只要把外面污染 你一堵大批的人会死于这种病 所以修行人呢 我们尽量是选择一个 外四大是干净的 环境是清净的 这个佛经理称为叫阿兰若 阿兰若处 阿兰若处 除了这个四大的物质 是清净的 是宁静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就是这么的 不受非人干扰 就这个你不仅仅要找一个 外在的四大干净 还要需要什么 就是我们的戒律就有了 你要住一个清净的地方 你必须要将另外一个修行人 你要告诉他 甚至要几个人来给你做法 其实比丘做法的话 其实那个也是 是净谈场的意思 所以我们每次你看 做什么法会都要念 菩萨流头甘露水 能灵一滴便时方 兴山构会净捐出 令此谈场 息清净 其实我们这一念 那就离不开金刚秤了 其实我们这里面 就有小秤大秤金刚秤 佛法本身就是一体的 谈场就是那个 其实就是入坛 入坛就是那个 而且我们 你就是小秤的 好了也离不开坛的 你要成就小秤戒体 我们寿戒要登坛 登坛要登山阶 那山阶都是有意思的 那就是密宗的坛诚 其实我们你说 你说你好像你想 我不学密 我不学密你什么都没有 你连个三规体 戒体你都得不到 因为显和密完全就是一体的 完全就是一体的 不能够那个的 分离的 所以这个 你想我们这个到场的话 这么清净 环境清净 这个四大清净 有师父住持这里 不受也没有非人的干扰 这就是人间最如法的这种修行地 修行的好地方 这两天呢 这个西藏 那五名佛学院边上还有一个非常 非常著名的一位上师 也是世界级的一位上师 年龙大秤寺的年龙上师 也圆寺了 也是世界级的 这位是一个大福藏寺 也是这两天圆寺了 这次我们来台湾 昨天收到一条短信 是新加坡来的 我昨天在云林有讲过 因为当时正好讲课之前我收到的 讲课我就作为开场白跟大家讲 这边可以让大家再分享一下 如果大家知道的 新加坡有一个居士叫法兴 在座大概知道 就是他传来的 他也没来过我们台湾 台湾的这些众生去找 你看找到新加坡找到他 然后通过他的嘴 他先生写下来 然后打字发短讯给我 绕了多大一圈呢 是哪一些呢 是我们中山纪念堂 中山 就是国父啊 国父纪念堂 他们也不知道国父 他就知道 孙中山纪念堂 中山 在台北吧 我也没去过 他也没来过台湾 他也没去过 就那些众生 给他的 叫他 就是发的短信 做了一首诗 哇 写的还蛮长的 一首诗 大概意思就是什么呢 就是 他们 被刻在那个杯上 一个一个杯一个杯 刻在杯 名字都刻在杯上 风吹日晒 虽然风吹日晒 但是内在的那种地狱的火 烤着他们 就是特别的痛苦 特别痛苦 然后很孤独的 漂泊在异乡 很孤独的 就是 他这个讲到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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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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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公啊 这个 这个 从大陆过来 很多 然后 这次我们法会 就是说 他们的口啊 舌头 吃到 吃到干露 得到干露的这种 这个滋润了 可以吃到 而且呢 这几天呢 我去金门呢 然后这几天 我也是 私下也好 或者什么样也好 法会也好 我又讲到一点 讲到一些 这个 这个 人类的 我们人类的历史 我们的这个 有时候的 境界的 那种狭隘啊 我就为了解开 他们的这个心结的 其实就是 为他们讲的 结果他们 真的得到受用了 他说 这个心 以前这个心啊 像石头一样的 那种根本上 从根本的因上 打开了 这个 坚固的这个心 心结 这个里面 有这个 圣中山的名字 也有这个 蒋公的名字 也讲到我们海涛法师 就是 然后 他 就对我们这个 应该说 对我们生命 置业体的 就是 感恩吧 这种 前面讲了 很多文字 最后就是 就是意思就 不单单口和舌 能够吃到这些甘露味 而且内心里 也得到了 打开 打开了那个 这个坚固的 那个心锁 也被打开了 最后两句 爽快 爽快 开心的样子 很开心 数量是很多的 数量很多很多 众生 是得到利益 你看他们表达一个谢意 要让我们知道 要转那么大一圈 才那个 所以这个 因为那种地方 我还没去过 他 我们那个 那个新加坡局势 他从来就没来过台湾 他也不知道的 他就是 带话 完全不转 转这么一封信的 一样的 这说明我们平时 做的 食食啊 活供啊 这都是有用的 而且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还要需要讲法 讲法来打开心结 讲法是很重要 所以这次呢 就是在 金门 我讲的 金门 以后你们可以在 世民电视台上看到 他们 随时去的 居士们 他们也都 很有感受 很有感受 这次在金门 那个讲课的地方 是一个 正宫所 正宫所里讲的 后来他们才告诉我 正宫所边上 全部以前都是 行刑的地方 都是那个的 说明这个 有时候讲法还是很重要 讲法呢 打开心结 光是迟到还不一定 解脱还是要打开心 才可以 这个 来台湾一晃 就是一半时间已经过去了 一半时间都已经过去了 这个 接下来的 每天都是 我们都是充满着电 每天 比如说今天 你如果这样觉得对 好的 你保持着每天都这样 我师父说的 一天会做人 你天天就如此 就可以了 百年如一日 所以我们出家人 特别汉传佛教出家人 他崇尚一种简单 为什么呢 因为汉地人太多 汉地人多 越简单越好 人少的地方 说要香火旺 你买很多香去烧 别人很高兴 人很多的地方 你拿来很多香 那我们叫提倡 三支香 三支香 一支花 就只有就是 像我们这个 汉传佛教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修行方法 其实对我们 我们这种社会来说 是很对积的 这个千百年来形成的一种 但是现在呢 我们生命之业体呢 这个属于弘扬佛法 大众性佛教 这个 甚至呢 他的偏重点是 跟终生结缘 一也是通过这样子的平台 展示佛教的丰富 所以跟我们丛林的这种 佛教形式 是有一定区别的 比如说我个人 我如果在寺院的话 我也是喜欢很清净的 人少少的保持静 然后我们能够自身得利益越大 然后回向给十方法界众生 效果就很好 但是有时候你比如说 像我们之业体的那个 我人又多 这时候就是说 仪轨 就是把这个仪轨走 这一套走完 只要我们认认真真的念 大家都很认真 你不看 别走运的时候 大家都很认真 刷旗子的时候 大家都很认真 这样也产生一个众生 共善业力 你比如说我们佛教里面 超度一下 内坛 水陆的内坛 它就完全按照密宗的这个来 布坛场 然后水陆化都布起来 然后一阶一阶的 上供的 下施的 上堂下堂 都分得很清楚 什么时候沐浴更衣 什么时候入坛 都非常严格 相灯就分了好几个 大相灯 二相灯 三相灯 都是要很谨慎的 它其实就按照密宗的 升起次第的修法 但是这个外坛 外坛就相对来说 就没有那么严格了 就是我们比个例子 就放咽口的时候